在昨日下午一程中 先议员林芳宇就针对校园人力的问题 在会中提出看法 林医员指出 目前工友采出缺不补的方式 而以每个月补助5000元的方式来进行 对此林医员希望能够将基层人力来补足 除了有维护校园环境的功能外 对于安全维护也有所帮助 学校最基本的人力 就是工友的这一个部分 是不是说能够用另外一种的方式 下去做补贴 虽然我们现在有补贴 5000块能够做什么 希望说我们这个最基层的人力 能够资源给学校 让学校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有人处理 其实工友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不单单只是修剪这些树木 还有对于学校校园的安全维护 我相信他们都能够贡献一己之力 而针对校园安全死角的问题 先议员蔡明轩也在会中提出看法 蔡议员指出日前台南市发生社会案件 对此蔡议员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针对校园死角的部分 要来增设监视器 你对我们台南市 最近发生很严重的一个社会案件 它演变成国际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 针对这个我也希望 我们教育处 针对我们各个学校 自然的死角 一定至少要有监视器 跟一个灯光照明设备 来保护自然死角的问题 包括如果我们学校有发生什么霸凌事件 至少每个吃角都还有监视器 都有依据 不会到时候造成 到时候拌揽起来的一些困难度 在昨日下午议程中 议员们针对校园人力 以及校园安全的部分表示关切 并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了解地方需求 请听民意 共同来维护校园安全 记者球皮衣 南投现议会采访报道